政府公布了接種新冠疫苗第三劑的細節 百多萬合資格特定組別市民 今個星期四起可以免費打第三針 但令人不能容忍的是 在全球多國都已經開打第三針的背景下 本港竟然還有人 企圖利用疫苗產地等理由去政治化 抹黑抗疫措施 過去一年多 香港因為政治凌駕抗疫 已經走了不少彎路 吞了不少苦果 現時社會一定要警惕再警惕 不能再被政治抹黑的毒手 阻斷逢疫之路 現有的各款新冠疫苗都有局限性 保護力會隨時間下降 補針加強抗抵是國際共識 現時世界多地 包括新加坡、歐美和內地 都已經開打第三針 事實證明第三針安全且有效 抗體可以得到大幅提升 香港的第一批疫苗接種已經過去了大半年 如今面臨抗疫關鍵時刻 應該順出採取行動 與多國體齊 增強防疫力 相信大部分已經打了兩針的市民 樂意保針 值得警惕的是 香港又出現了 試圖政治抹黑抗疫措施的情況 有電台節目主持人 有意無意曲解專家 現在對疫苗抗體的分析 又開始炒作 內地產疫苗 不可信 抗疫不力 都是怪建制派等言論 明顯故意將抗疫重點扭曲 用政治抹黑手法 阻礙正常的抗疫措施 大家應該還記得 香港從抗疫初期開始 就出現了一系列的政治化操作 初期反對派施壓政府 鼓採與內地全面封關 疫情關鍵時刻 黃醫護鼓動醫護人員罷工 反對派鼓動市民 杯葛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同時惡毒地抹黑無私奉獻 在內地來港協助檢測的醫護人員 抹黑安心出行有監控功能 恐嚇市民不要下載 還有食肆依逢亦為由 拒絕接待內地人 反對派打住各種房子 阻止政府在各處 安排發燒門診 和隔離區的設立等等 現在回顧回 相信明眼人都能夠看得出 港府採納的抗疫措施 最終都在不少國家運用 證明成效顯著 而反思香港 因為政治化的阻礙和破壞 防疫走了不少彎路 對經濟民生造成嚴重破壞 一些人在抗疫關鍵時刻 倒行逆施 罔顧市民健康 大搞政治操弄 實在令人不恥 因此現時必須吸取教訓 不能夠被政治抹黑 再次成為抗疫路上的半腳石 社會對企圖抹黑 政治化防疫抗疫措施的言論 行為一定要強烈譴責 堅決抵制 只有齊心抗疫 香港才能早日恢復正常生活 另一方面 長者接種率目前仍然是 本港疫苗接種計劃最弱的一環 必須切法改善 政府應該思考怎樣增加誘因 或者提高施打便利性 並且提供充足的資訊 適除長者疑慮 現時政府應該制定可行的接種時間表 在確保疫苗供應充足的情況下 積極有序 推動社會全面接種 遭勞防疫屏障 亦為與內地恢復通關 替造更加的條件